每次在街上聽到藍色多老河的音樂聲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都會知道是富豪雪糕車來到 白色的車身 藍色的車頂 紅色的車頭 車上寫著每天新鮮為你製造的富豪雪糕車 是1969年摘根香港至今 本港的社會縱然經歷了不少變遷 但在車上鎖上的軟雪糕 就仍然是大家心目中50年不變的甜蜜回憶 不少人以為坐在雪糕車內 都會是一些上年紀的師傅 但在尖沙序天星碼頭的雪糕車上 就是一個帶著黑超穿著耳環的年輕人 隨手擠出一枝枝兩圈半的軟雪糕 火速送到客人手上 他的名字叫做馬仔 初初沒想過做這行 剛好我在勞工處的網 我在看有甚麼工作可以做 坐下坐下坐下 咦 富豪雪糕請人 那就試一下 因為我們都從小吃到大 一個機緣有巧克 就見一下 一見又請 那就試一下做 做到現在 都做了兩年多 得閒的時候 跟報紙檔處聊天 忙的時候就屈坐在車內的矮凳之雪糕 有需要的時候就鎖上車門 去附近買飯盒 或者去碼頭公司去廁所 每天朝10萬10 提早買完就做些收檔 這個就是馬仔每日的生活寫照 有甚麼辛苦位和人家開心 辛苦位日曬雨淋 可能太陽曬下來 就會曬你曬你 避不了太陽 開心就是 婆婆和小朋友來買 你會看到他們開心的樣子 可能他們很寧願地跑過來 吃雪糕 買雪糕 這些都是開心的 看著他們 香滑原雪糕 果仁甜筒 蓮花杯 珍寶橙冰 53個年月過去 富豪雪糕車都仍在賣四款冰品 馬仔說 當中以美國奶粉製造的 香滑原雪糕最受清雷 是的 原雪糕就是 多人買的是老人家和小朋友 因為他們想吃那股味 但我們也保持那股味 那股口感 還有 有時聽到他們說以前的故事 挺好笑的 他們會說以前拍拖的東西 因為很久的歷史 都有1970年到現在 由他們拍拖到現在老了 他們想吃回來 政府草錢以厭務發展不理想為由 確定是今年中正式結束美食車的先導計劃 身為原造級的香港美食車 又會不會擔心有被淘汰的一天呢 又不會 因為 已經是歷史了 富豪雪糕 很多人都聽到 來到香港 一定要去吃富豪雪糕 因為你看到一部雪糕車 等於你的運氣好 因為我們沒有店 我們真的到處走 看你有沒有錯 你突然想吃雪糕 突然聽到 咦 有聲音的 就知道在附近 就一定要去找 你沒有吃車不是 你沒有吃車可能吃那些 老婆飯糕 外面的都有 但我們的口感是跟 麥當勞或其他公司不同 事實上 政府對於雪糕車有相當嚴格的規範 依照衛生條例 雪糕車只能安裝一部軟雪糕機 一個洗手盆和兩個冰箱 這亦是多年來富豪雪糕車 只能賣 雲尼納雪糕的原因 不過 馬仔靜悄悄透露 一年之中其實是會有兩天例外 分別就是大年初一和年初二 富豪雪糕車是會額外加推 芝士多給你後味 不過見不見到就要看看緣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